滚滚泥水不断大量涌入街头广场 民众只能涉水行走赶紧撤离 南亚地区连日暴雨 孟加拉多条河流暴红 多达450万人受到影响 将近19万人被迫离开家园 大批人打包小包踏上撤离之路 但随着水越积越深 不少房子已经淹了半层楼 屋内家具全泡水 有些人干脆自建木筏 手动推给家人搭 只是偏远地区 还有好多居民仍受困在家 就有人员也很慌 束手无策 根据孟加拉NGO指出 暴红已经造成好几十人丧命 同时还有大约300万人受困 农田家畜都受损 没水没电没粮食 当局救援困难重重 南亚政治没雨季 但孟加拉两天内雨量就下了300毫米 专家表示很不寻常 然而孟加拉不少人认为 造成孟加拉爆红的罪魁祸首 是邻国印度 印度和孟加拉共有54条共同的河流 一旦严重泛滥经常互相影响 因此天灾问题 再没有做好防治措施 恐怕只会增添两国裂痕 TVBS新闻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